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说实话我们去做一个真正的项目的话 8个小时是不可能的 8个小时相当于一天的工作量 所以说我们华信眼镜这次弄的课程体系 主要是为了一个是满足一些各位初学者 或者一些有一定的经验的开发者 一个好奇心 然后我们基于安卓这个技术 然后基于我们的蓝牙设备 然后写一个比较有意思的APP 那么后续我们还会有类似的更多的一些课程 那么也希望大家关注华信眼镜的官方的微博 还有官方的网站 好吧 那么这些废话我就不再多说了 那么我们课程的总共是分为8个小时 其实就是8天 初步计划的是每周是上一次课 然后每次是一个小时左右 那么这个时间可能不可能控制的太 就是说每次都一个小时 这个不太现实是吧 那么整共这8个小时的课程 也就是这8周的课大概是在我这个TST的文档里面 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天的今天主要是一个是分析一下前沿的行业的一个介绍 然后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为什么安卓系统目前比较火热是吧 为什么国内的一些这些企业都开始做安卓的手机 为什么我们的手机的安卓手机的APP开发 现在早工作相对于是比较好早一些是吧 然后我们今天的前半部分主要讲这个 然后当然了在去开始讲解课程之前 我会把我们最终做的这个项目的一个画面进行展示一下 然后我跟对面我的助手一起去演示 也给大家看看这个效果 然后看完这个效果之后 大家再决定或者这个有没有意思是吧 自己再去做一个评价是吧 然后后半部分我们会去简单的去从零基础开始教 主要是讲安卓环境搭建 当然了现在安卓环境搭建这块 很多互联网上或者一些书籍上介绍已经非常清晰了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入门级的课程 这块肯定我们会尽量是用一次课程的时间来讲解一下 然后从下周课程也就从第二次课程我们开始讲解它的一些UI 空间的开发 那么我们这里边UI空间不可能将全部的内容都讲到 原因很明显 因为安卓里面UI空间的很多很多 那么我们只会围绕着我们做的这个蓝牙的聊天室的APP 然后进行一个讲解 也就是中间我们用到什么空间 我们就会去讲解什么空间 然后第三天我们会继续讲一些用到的空间 因为空间内容比较多一些 我们一个小时可能是讲不完的是吧 所以说我们分成两次课程 分成三次课程 然后后面我们会讲到ListV这块 这也是里面的一个空间 然后到后面我们可以再讲一下它的通知机制 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聊天室是吧 那么如何去收到一个信息的时候 如何去告诉推送给我们的用户 说收到了一个信息 然后后面我们会讲一些编程的框架的一个设计 那么讲这个编程框架设计 就是让你能够有一个基本的在安卓里面 去开发一个APP的一个设计思想 那么因为所有的APP设计思想都差不多都类似 那么无非就是复杂程度是吧 那么我们这块会专门拿出一节课的时间来 讲这个编程思想的框架设计 然后如何优化 优化更好 让我们的APP写出来性能更好 是吧 那么到后面我们会去讲解一些具体的蓝牙的设备访问机制 因为最终我们要实行一个蓝牙聊天室 那么我们手机 我们的APP如何控制手机里面的蓝牙设备访问 然后最后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什么 对一个什么 对美化 因为我们原生开发出来APP会非常的丑陋 那么我们通过对它一个美化 让它能够去更长得更漂亮一些 是吧 长得更漂亮一些 达到一个赏心悦目 是吧 能够去让用户能喜欢它 那么只有用户喜欢你的APP才能更大卖 或者是得到更好的用户体验 是吧 好 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 回头我们会把这些内容 每天的讲课的内容都会上传到对应的一些FTP 或者网站 或者网盘上 那么各位同学 如果听完之后没有消化 或者是想其实做一个备份的话 你可以去回头去关注一下我们老师发 发的一些邮件里面或通知里面 关于这些资料的下载 好 这些你们就不再多说了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演示一下APP给大家看一下 先给大家看我们将来做出来的效果 那么大家从屏幕上看到 是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的一个截图 然后我先把应用程序退出 韩老师那边也退出一下 然后我应用程序在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在右下角这个位置叫Bluetooth Chart 然后我们启动应用程序 启动应用程序的时候 由于你要去防卫蓝牙设备 防卫蓝牙设备 那么防卫蓝牙设备 它要有一个请求 蓝牙全线请求 这是一个系统弹出了一个推送的请求 然后我们点一下是 那么这时候会显示出一个界面来 可能下面这看不太清 我往下拉一拉 我这样 整个界面就是这个样子 很简单 因为我们又没有做太多复杂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文件传送之类的 我们暂时还没有实现这些功能 我们只是实现了最基本的一个聊天区域的内容 以及一个信息的加密 然后还有一个表情 一个表情的一个管理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连接蓝牙设备 然后按一下手机的menu键 然后会弹出一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会弹出一个menu菜单 在左下角 左下角有一个选择周围用户 还有设置在线用户名 是吧 比较简单 然后我们选择周围用户 那么这个界面就做的比较粗糙一些 我们没有对它进行进一步的一些美化 是吧 然后这里面我周围之前连过的一些设备 那么对面 手机上的设备是大美女 是吧 然后现在正在连接 可以看到左上角正在连接 是吧 那么如果它正在连接 已经连接成功的话 会显示大美女在线 同时左下角会显示大美女已经上线 是吧 然后下面我就可以通过蓝牙和对方的APP 这是我们都装了相同的APP客户端 然后和他进行聊天的 那么我这边说一个您好 然后点一下发送 点一下发送 那么这里面会有 那么这里面会有声音提示发送的声音 那么这时候对方会收到您好 当然大家看不见是吧 那韩老师给我回一个 对 韩老师给我回了个您好 是吧 那么这时候呢 我的手机上会有提示声音对应的 可能大家听不太清楚 是吧 那么最基本的聊天信息 这个是没有的 我很好 很无聊是吧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一个基本的聊天窗口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显示时间 那么这里面有显示聊天信息 那么对方给我发了一个表情 对方给我发了一个表情 那么我们可能都有过这种体验 假如说我们坐公交或坐地铁的时候 那么在我们去回信息或者看信息的时候 周围可能会有一些人是吧 故意看到我们的信息的内容 这个呢 我们很不爽是吧 如果有一些敏感的信息 聊天信息的话 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信息的内容 比如说我想将我很好隐藏了 我点一下 那么这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密码状态了 也就是只要是我想看的时候 就轻轻点一下 看完之后呢 我立马再将它隐藏了 这样的话对方就看不到了 是吧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为所欲为的聊天 是吧 当然了 这个呢 是能够防止一些偷窥的情况 是吧 那么我这边也可以通过表情呢 来去发送表情给对方 比如说我点一下这个表情 左下角有个表情 是吧 左下角有个表情 那么这时候会弹出一个基本的表情菜单来 那么这个表情菜单呢 总共有三页 大家可以看到 我往左滑 再往左滑一下 是吧 然后发一个 点发送 那么对方呢 就会收到这个啊 这个 这个表情信息 然后对方又给我回一个是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聊天 那么当然了 我们的蓝牙技术的话 一般是支持在十米以内 也就是说呢 呃 这个应用的话 相比来说呢 它是受限的 也就是如果你没有流量 没有之类的 在寝室里面 对吧 然后呢 你可以和啊 在晚上是吧 一个啊 很孤单的晚上 你可以和对面的床上的一些啊 室友之类的是吧 进行一些互动交流是吧 然后你可以聊天 可以发表情 当然这个是没必要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应用场景没必要是吧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手机里面传 传文件的话 如果要是没有网络的话 发送文件 比如说我将我的照片发送给它 没有网络的情况下 这时候呢 我们借助蓝牙肯定是最好的方式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们后续呢 可以基于这个APP的应用 然后呢 再加上几个相关的功能 比如说在上面加上 或者啊 在我们的menu菜单里面加上发送文件 接收文件之类的相关操作 那么就可以在没有网线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实现文件的传输是吧 那么当然了 我们基于聊天啊 聊天是这个 基于蓝牙这个聊天室呢 其实就是一个抛酸隐喻的过程 那么我们就会 基于这个 安卓给我们这种机制来实现类似的功能 剩下的就是 你自己来发掘新的应用 以及自己来发掘新的创新的点子了 是吧 好 这个APP的演示呢就到这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我们课程的内容 是吧 然后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这个APP的话 后续呢 我会上传到 我会发送给我们的这个 专门复制这块宣传的老师 然后呢 老师呢 呃 大家呢 可以感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个APP下载下去 呃 QQ上或者这个直播间里面呢 去提交 提交这个bug 我会及时修正一下啊 大家尽量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完美一些的啊 尽量少一些bug的一些APP 好 那个演示呢 基本上就到这儿 然后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课程的主题内容 好 是的 主要的内容是吧 今天的主要内容是安卓一个介绍以及环境的一个搭建 下面呢 是我的邮箱 大家如果有什么技术性的问题的话 可以去发邮件 那么最下面呢 是我的博客啊 是我的CSD博客 呃 大家也可以直接在百度里面搜我的名字 搜我的名字里面 第一个第二个应该都是属于我的链接 大家可以进去看一下啊 呃 那么我的博客里面主要是讲的一些关于安卓底层和系统移植相关的东西 关于安卓应用的话可能会相对来说较少一些 这也是我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哈 好 那么我们进入第一部分行业的分析篇 呃 关于谷歌的大小战略这个 谷歌的大小战略这个专题是吧 其实呢 我想说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应该大家都应该清楚 那么谷歌的话最早是做搜索引擎起家的 对吧 那么做最早是做搜索引擎起家的 那么在2007年之前 克里说呢 谷歌的业务呢 主要是啊 基于他的一些谷歌地图了 谷歌卖他了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呃 就是基于这个搜索引擴展的一些业务 那么2007年乔布斯发明iPhone之后 我们整个的行业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因为之前呢 我们的移动端 也就是我们的移动端呢 主要是什么 呃 相对于来说呢 移动端主要是具体的功能就是传统手机 Facebook 主要是用来实现打电话和发展性的功能 而真正去连入互联网的话 他的效率还是比较低 一个是受限于带宽的限制 另外一个是我们手机客户团 毕竟不是很给力 是吧 那么2007年的时候 2008年 这两年的时候 谷歌其实也在开发自己的移动的客户端 那么为什么谷歌会开发移动客户端 是吧 那么接下来呢 是我个人的一些见解 当然呃 有的有的人如果要对我这个见解的话 有不认同的地方 你也我们也可以集中一些讨论 是吧 那么谷歌是做搜索引擎起家的 那么他最早呢 就是做搜索引擎 说白了搜索引擎 他就是当全球的一些计算机用来 用通过网络爬虫 或者是一些网页的侦探技术 是吧 来实现对网页的一些搜索 然后找出一些观念字来 然后呢去在他的数据库里面 进行一个啊 进行一个啊 相当于是一个大容量的 一个数据的统计计算 当用户在浏览器的搜索栏里面 收入我想收缩的一个关键字 那么这时候他从这个大数据的 这个啊 数据库里面查找出来 用户最感兴趣的这个信息 然后以啊 那个匹配度最高的到最低的一个方式 进行排序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搜索引擎 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是吧 那么说来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那么搜索引擎 谷歌的搜索引擎 这么庞大 这么多的服务器 它呢 只能受限于在早期的PC机和笔记本上 也就是说呢 如果一个人在办公时间过了之后 他回到家 这一段时间呢 他是无法连入谷歌的搜索引擎的 那么这时候谷歌搜索引擎呢 就是说相对来说 它融入到我们生活或应用中呢 呃 那个就是说这个场合呢 就会变得比较少一些 那么其实从2000年左右 2000年左右 谷歌是一直在提倡自己的另一个计划 叫云计算计划 最近比较火热的一个那个名词 是吧 大家肯定经常听说过 到底是什么是云计算 云计算呢 其实呢 跟原先的分布式计算机系统挺相似的 分布式计算机系统 再加上网 网格计算 再加上一些收费的一些管理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东西 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火热的云计算 其实谷歌里谷歌的搜索引擎 现在已经迈向了云计算 这个最大的平台 但是呢 大家应该知道 如果谷歌的搜索引擎来做这个云计算 那么如果没有接入端的话 他的计算机操作系统 这一整套的这个云计算系统的话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 那个接入端 少的话 是不是呢 他面向的客户就会变少 是吧 所以说谷歌为了扩展自己的下限 也就是接入端 不仅仅是局限于PCG服务器和我们的笔记本 那么同时呢 还想去扩展他的 就是说无线上网 也就是移动互联网 这个是这个这些客户端 所以说呢 他推出了自己的啊 对应的客户端 那么其实谷歌现在呢 只有主要两个移动操作系统 一个是ChromeOS 另外一个呢 就是啊 安卓系统 是吧 ChromeOS呢 其实是基于我们的浏览器的一个 ChromeOS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安卓系统 其实呢 谷歌是同时将这两个移动操作系统 同时并行开发的啊 同时并行开发的 然后呢 呃 后续呢 就是后来呢 安卓系统逐渐发挥的呃 就发展的越来越好 所以说呢 谷歌呢 同时在并行去呃 研发这两个方向 但是现在呢 安卓很明显要更好一些的势头 那么有了安卓系统之后 谷歌的云服务 还有地图服务 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他的客户端连入了 所以说呢 呃 为什么谷歌会推出安卓系统 其实是基于他的一个大战略 他的大战略就是什么 垄断 不能说垄断是吧 统领将来整个的互联网时代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应该算是我们的什么 应该是IT信息时代一个子时代 对吧 他有了自己的云计算 但是没有自己的接入端 那么有了自己的接入端之后呢 这时候呢 他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然后能够霸占更多的客户资源 然后呢 能够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谷歌的大战略就是 经营自己的云计算 搜索引擎 然后还有大数据的挖掘处理 然后他的小的战略呢 其实就是开发他的终端 终端 也就是让我们的小的终端呢 从之前的浏览器到现在的移动PC 到现在只能终端 那么这是谷歌的大小战略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见解 是吧 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想法的话 也可以我们一起来分享 那么谷歌不仅仅是做他的大小战略 同时他也放眼于未来 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 那么前一段时间呢 谷歌推出了自己的什么 谷歌眼镜是吧 之前 然后呢 最近呢 他又在搞自己的无人机和无人汽车 那么上半年的时候 跟Facebook一起 去抢一个叫什么 泰坦的无人机的一个公司 然后最终将泰坦公司给收购了 他为什么要做无人机 是吧 也是因为 因为很多没有互联网的地方 那么这时候用户没有办法 对这个谷歌没有办法 对没有互联网人进行服务 所以说他要发展自己的无人机 发展无人机之后 能够去扩展更多的 没有互联网铺盖的一些范围 是吧 所以说呢 谷歌它是非常有远见的一个公司 非常有远见的一个公司 它还有 目前的还去开发自己的无人汽车等等 虽然无人汽车 现在还遇到很多法规上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可以相信将来 不久的将来可能 满大街跑的就是无人汽车了 是吧 所以说谷歌推出了自己的Android系统 并且Android系统呢 从2008年上市 就是第一款手机上市到现在呢 短短的六年 短短的六年 已经统领了整个市场 将近70%的市场份额 那么接下来呢 是关于互联网和云基算也是 其实互联网是最早是由 微软提出的一个概念 最早是由微软提出的一个概念 那么微软提出来互联网的这个概念 互联网是由微软提出的这个概念啊 那么互联网到底是什么 就是物相连 它呢 主要是由传感器和互联网来构成 主要由传感器和互联网来构成 那么其实传感器呢 就是我们现在比较 比较火热的移动穿戴设备算是吧 比如说智能的手表啦 智能指环啦 智能这些东西都属于传感器的一个范畴 那么物联网再加上云基算 再加上互联网 其实就构成了我们现在的啊 刚才所说的谷歌那个战略 所以说其实呢 微软现在也在经营自己的这个战略 一个是在创建自己的云平台 另外一个是在经营自己的物联网 那么现在物联网加传感器技术呢 已经渗入到我们生活中了 是吧前两天小米公司已经发布了 自己的第一个小米手环79元 是吧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向智能穿戴设备 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扩展 那么目前呢 还有一些智能医疗 是吧智能医疗是面向一个特殊的群体 需要进行一个长期的监护 或者是呢 一个特殊的一些啊 病患群体 那么这些面向个人呢 有了面向特殊群体的一些智能医疗设备也有了 将来呢 我们相信肯定会有相关的智能地球 也就是之前提出的一个概念 智能地球 也是处处都是啊 物联啊 物联网的传感器技术 加上云计算技术 那么